巴黎奥运我国代表团在举重女神 郭信纯昨天与女子59公斤及赛事在进账一面奖牌后 本届赛事至少已确定会有7面奖牌入带 在最后两天赛程中仍有望将奖牌数再拉高 其中举重女子71公斤及陈文慧将于明天凌晨1.30分登场出赛 礼拼连两届夺牌 集气集气 心愿心夜与你一同为中华队加油 上届东京奥运拿下同牌的陈文慧 在女子71公斤量级世界排名第四名 还在前头的中国大陆廖桂芳与北韩并未派对参赛下 今年也被认为具有争夺奖牌的实力 不过排名仅追在后的厄瓜多帕拉西奥斯 Angie Palacios 贝利宾萨尔诺 Vanessa Sarno 也都与陈文慧实力相近 以这次大会计数手册上的报名重量排名 陈文慧的246公斤仅次于萨尔诺和罗马尼亚托马 不过报名重量245公斤的选手就有三位 预料将会有激烈的拉锯战 也将考验教练黄达德的临场调配 至于我国女子高尔夫球好手徐威林 钱佩云 在昨天的第二轮赛事结束后 排名大幅提升 目前分别战列第14名与第29名 其中首轮打出74杆的徐威林 在昨天抓下四鸟吞翼国际 以69杆交卡 手感明显优于第一轮 首轮打出76杆的钱佩云 也在第二轮有抓四鸟的表现 但也吞下三国际 以71杆交卡 其中徐威林目前距离领先的瑞士选手梅特罗 莫迪·Metro 仍有7杆差距 今天的第三轮必须再打出低杆表现 才有机会在最后一天的奖牌日冲击颁奖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赖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importante